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香港近日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網上電台節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評一下政府 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得不好 大家發洩一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一些討論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秘密 最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以及建議我們每個人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以做些什麼 令這個問題真正解決呢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在當時的處境之下 你自己會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好了 今晚我們的題目 其實跟上一次 我們臨後加了一輯 很相似的 就是關於流感這個問題 今晚我們的嘉賓 李文維醫生 其實我們很早就已經安排了 跟他一起探討一下 關於那個流感或者琴流感的方面 我先講一下 李文維其實是一位 早期的香港的西醫 但是他可以說在這個針灸方面 差不多是六零現代 七零現代 在這方面很權威的人物 他除了在香港大學方面 做過針灸對那個烤喘方面的研究 他也當時被外國歐洲的國家 有些醫療機構 邀請他做他們專家的顧問醫生 除了在這方面 李醫生其實 他可以說多才多藝 我發現原來 他在性學方面 他也是一位專家 除此之外 他自己也是一位高級的美容顧問 你看回他的履歷 其實他可以說 他一生都是專注於很多方面的尊嚴和研究 除了電子學方面 其實可以說他一直都是研究這方面 那為什麼我們會邀請李醫生來呢 其實李醫生在過去幾年 我們在其他場合認識了之後 他一直寫一些資料 是關於當時我們香港琴流感 當時的處理問題 原來他認為這個問題的根源 是可以說 對於流感的傳播的途徑 是很大關鍵的 他的理論就說 其實流感不是一個泡沫傳播的 應該是空氣傳播的 於是他寫了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是叫做空氣輪 對一般人來說 流感就是流感 有什麼時候戴口罩 口罩是遮什麼呢 當然不可以完全遮空氣 因為你要呼吸的 我們戴口罩的目的 都是想著在空間或者口沫 會傳播這些病毒 所以就叫人洗手 戴口罩 但是問題背後 其實為什麼我要這麼真問 到底他那個傳播的途徑 是空氣傳播 還是泡沫傳播 或者李生夏 你可不可以追完這麼多年 但我看到你們繼續 不斷地在這方面 寫這方面有關的文章 和書籍 最近出了這一本書 這本書是講哲學思想 在醫學方面的指導作用 很強調是關於空氣論 其實這本書裡面 也有些文章是用英文的 英文寫出來的 希望在其他世界各地 或者世界衛生組織的高官 可能他不懂中文 起碼他有機會去認識一下這方面 其實這方面的見解 李醫生一直都有主動 將這個訊息給中國當局 有關的部門 和香港有關部門 當作一個香港的普通市民 可以說是沒有機會接觸過的 到底你想說出來 我們當時處理的問題 在哪裡呢 我首先很感謝這個電台給我 給我機會在這裏說話 當然我還要感謝聽眾 我要說什麼呢 就是我最近出了一部書 這部書的書名就是 《哲學思想在醫學方面的指導作用》 裡面包括三個大的內容 第一個是空氣律 第二個我要糾正在醫學方面 它有廣泛性世界性的創 第三個是講我的性學觀點 今天主要是講空氣律 我說話呢 我喜歡講故事 喜歡講笑話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聽 可以當一個 香港今天是流行動篤笑的 大家可以當動篤笑來聽都可以 好 我現在開始講 那個笑話了 第一個笑話呢 是 是本世紀最大的世界性的笑話 為什麼這樣說呢 2003年 沙士集港 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提出 沙士是非沒傳播 不是空氣傳播 我稱它為非沒輪 其實這是很大的笑話 我知道大家現在 可能還沒聽我講之前 不知道怎麼笑 大家聽了也好 你們會覺得原來也好笑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為什麼會覺得是一個大笑話 首先是知可思想 我們用宏觀的知可思想 是問題來講 我們太陽系有八火行星 金木水火土天海地球 地球領舍不同 和其他領舍不同在哪裡呢 它是比較厚厚的空氣層所包裹的 包裹的就是我們生活在大氣層 不是真空層 就是我們人類 地球上一切生物 人、動物、植物 是生活在大氣層 不是真空層 這就是空氣輪的拔心 這是空氣輪的拔心 所以沙士及禽流感 現在講的禽流感 是呼吸系統疾病 什麼意思呢 我們呼的是空氣 吸的是空氣 我們的肺 肺和氣管裏面充滿空氣的 所以這個是沒有理由得出 不是空氣傳播的 這個大一個論點 我再解釋一下 其實我一早期 在那時候六十年代 我在大陸 我是研究生理學為主 我是西伊底 而是生理學 我當時研究了五種的人 五種基本感覺 為什麼要研究五種感覺呢 其實是因為研究經絡開始的 因為經絡 我知道經絡 除了人裏面的傳導 經絡 神經 電傳導等等之外 我研究過 我說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當時覺得有電傳播 有經絡傳播 有神經傳播 但我懷疑 應該是有光纖傳播的 但我找不到證據 光纖 光纖傳播 我認識高坤 他是光度纖維的專家 我跟他很熟悉 他最近這兩天都來 談我外院講 他幾次都來聽 我問他 我問他 有沒有可能在人的身體裏面 有光纖傳播 肯定有 在眼睛的神經中間 有一段是光纖性質 嘩 我開心得不得了 這個 我真的不講 研究裡面的傳播傳導 如果是單單研究我們裡面的 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要研究 與外面的關係是怎樣 因此我們研究了 五種人的五種感覺 基本感覺 當然我們要研究大陸感 不過不講大陸感 講五種感覺 我們講 臭 時 聽 味 足 五種感覺 這五種感覺 都離不開空氣 是傳播傳導的 我這樣講 一個個簡單分析一下 臭覺 臭覺 臭覺是空空氣傳播的 剛才余營生請我吃飯 而我可能吃得多 我放屁 放屁 他們聞到屁在哪裡 空氣傳播來的 簡單 容易理解 大覺就是視覺 我們在一間房間裡面 有瓦遮頭 我們見不到光的 夜晚的時候 如果關燈 我們見不到光 但是 到 剛剛天亮的時候 我們會見到 房間裡面 我們會見到光 這些光是哪裡來的 太陽沒有照到我們 太陽剛剛升起 就是靠空氣的折石 折石 所以又是離不開空氣的傳播傳導 大三個聽覺更加容易理解 因為我們講話 空氣的擺動 震盪的耳膜 上去聽到東西 也是通過空氣的 尼覺 我講 尾覺 我舉個例子 大家都明白 眼鏡蛇 伸出一條蛤出來 做什麼 為什麼 伸出一條蛤出來 探外面空氣的味道 他探了這個味道 可以吃的 他飆上去吃 探了味道不對 就走路 所以 尼覺 觸覺更加要明白 我們幾個年前 我們香港是很懂的 懂得涼、浸、浸 什麼來的 空氣的涼、涼、氣 碰到我們 好了 這五種基本的感覺 都離不去空氣的傳播傳導 我們沒有理由 可以相信 SARS 流感、禽流感 這個呼吸系統的疾病 我都講了 呼吸系統 含意是什麼 我們吸的是空氣 我現在 呼吐的空氣 我的肺和氣管充滿空氣 何來得出不遲空氣傳播呢 不是空氣傳播沒有邏輯的 簡直是亂來的 所以 不應該得出 不遲空氣傳播 所以我覺得 是一個大笑話 我講的這個大笑話是什麼 大笑話 是二十一世紀的大笑話 這個世紀 大家知不知道 我講二十二世紀 對大笑話是什麼 二十二世紀 二十二世紀的人 一定覺得很奇怪 覺得很大笑話 二十一世紀的人 這麼多專家 教授 連這麼簡單 這麼欲酸的 錯誤 這麼幼稚的錯誤 都看不到 所以我連二十二世紀的小笑話都說了 好 我講大笑話 好 這個世衛組織 很大的官 他講 不遲空氣傳播 楊永強跟著講 楊永強什麼職位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 跟著講 不遲空氣傳播 話音未落 誰出來講話呢 陳馮富珍 陳馮富珍是什麼 衛生處處長 我跟他講他的原話 過了兩三個月後 楊永強講完 他講了 由於醫學界對這種病毒的認知性仍有限 不排除病毒可以透過空氣傳播的可能性 楊永強剛剛講完 不是空氣傳播 他來一句 不排除的可能性 明明是打了霸仗 挖了楊永強的霸仗 廣笑話 他哪裡受得住 好了 繼續下來好笑 楊永強哪裡可以忍受 所以 4月1日 楊永強在電台特別節目 講了什麼 他講了很多理論 不是空氣傳播 再強調 而且加了兩個字 絕對不是空氣傳播 絕對 本來他講不是空氣傳播 陳馮富珍說 不排除空氣傳播可能性 他打一個 打一個 給他 他說什麼 絕對不是空氣傳播 其實日子很交關 陳馮富珍說的日子是3月27日 楊永強說的日子是4月1日 加了4日 所以我們香港人很厲害 速度快到不得了 大家不要以為完了 還沒完 楊永強 開 排排錯 吃粉果 帶著高官 放在那裡 吃果果 但我現在順口說吃果果 開記者招待會 開記者招待會 他講什麼 為什麼會說絕對不死空氣傳播 他講 他講 在口腔 鼻腔 我講大意 大家可以看原來報紙 也可以 我們複合在中間 有很多 一億的 冠狀病毒 但是 在空氣中 變得不到 空氣中 變得不到 因此 他輪到齊 不是空氣傳播 絕對不是空氣傳播 我一聽 我笑得差不多笑得 我笑得 跟知學思想來說 我們講知學思想說 相對性 陰陽的相對性 這個不停對 一定要知道 因為何說 或者是邏輯入行 一定講相對性的 空氣中 找不到 以及空氣中 找到 是一對 一對矛盾 空氣中有 和空氣中沒有 是一對矛盾 我們不可以說 空氣中找不到 等於空氣中沒有 等於 絕對不死空氣傳播 我笑得 圖都捏了 我寫一篇文章 寫一篇文章 文媒報的編輯 德君遂被俄強 看見這篇文章 覺得很有興趣 說一說 請你在這裡投稿 好不好 因此我在文媒報 投了九篇文章 鳥土不對馬爵的混亂 我知道 先生做教我 不可以這樣 大家不明白 我講的例子給大家聽 阿謀 阿謀 娶了老婆 兩年了 都未生兒 未生女 沒得生 但我們絕對不可以說 阿謀的老婆 不能生兒子 未生兒子 不得意 不能生兒子 過了一段時間 她真的生了 好了 再講 二嫂 從來沒有見到二哥去滾 沒有的 見不到 但不等於二哥沒有去滾 終於發覺 逐間在床 抓到 二嫂去滾 這個 我們說 我們街市也好 茶樓 我們粟粟百百 孤孤沈沈 都知道 邏輯學 未生 不等於不能生 見不到 不等於沒有 但我們的高官是怎樣 因為 測試不到 在床裏面找不到 冠狀病毒 因此 就是得出了什麼結論 絕對不是在床裏傳播 沒有 等於沒有 她的思想裏 是一個好錯的 這個邏輯 是很肉酸的 如果我們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 那些探員探長 根據這個邏輯去判案 很多冤案 很多錯案 包工如果根據這個判案 死得人多了 不是 公宣賊 會不會有什麼邏輯 沒有的 沒有的 不可以 不可以 這是運作的邏輯 不可以 好了 我為了解決 為何 你在空氣裏面找到 和找不到 不可以得出 空氣裏面沒有 我舉過七百個例子 很容易 拿出來都可以 我給大家講一個例子 打個例子 我七十年代 在日本 她請我去看病 但順便有四個機構 請我講學 講學中間 我將香港大學的研究 馬利亞研究 馬利亞研究 什麼呢 就是 是針灸對肢血管 酵喘的作用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on bronchal asthma 他們 日本人聽到 很有興趣 為什麼呢 因為 是一個病人 病種 和 high fever 和 cajunso 化粉症 一類病 既然你針灸可以 治療到酵喘 應該對我們這個 化粉症 是有效的 有幫助 有幫助 所以她研究 當時 當時時間很短 我在那裏 她請我去 這個是part time 幫我們做的研究 當然 我可以告訴大家 讀 ASMA有效 讀 high fever有效 為何日本人 對這個東西 這麼有興趣呢 據我知道 日本人 這個季節 現在 來的季節 櫻花節 櫻花柱的花粉 和山綠的花粉 分別出來以後 一個很高的比例 各種雜誌說得不同 有些人說 五個人 日本人中間 有一個是有化粉症 cajunso 有一個 有些報紙 稍為保守一點 是有七個 十個都有 但是 就算他十個 比例很高 所以他對這個東西 很有興趣 我想說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他們很專注研究這件事 他們發覺早期的時候 早期的時候 那些人已經 三三兩兩 零星落索 去診所時看花粉症 他還留意到 狗 開始抹鼻疙 開始追著鼻疙 好像感冒 大家都有的 但是他在這段時間 他用盡他的儀器 在空氣裡 是找不到的 找不到 但是 為何證明他有呢 人家病了 病症 整個症狀都出來了 所以 我跟他們說 你找不到 即是沒有 我舉大個例子 我舉了七個例子 大個例子 很簡單 說回來 我在歐洲的時候 我有少少名氣 在哪裡呢 很有趣的 我叫阿燦伊 來大陸出來 我不知道歐洲 哪個有名 哪個沒有名 一天他叫我 看卡拉雅 卡拉雅是世界上 很有名的指揮家 數一數二 所以是指揮家 但我不知道他那麼有名 我叫他去看他 我因為不知道他那麼有名 所以我進去 我說 你舉手 站起來 蹲下 站起來 走到窗面 走回來 他躺下 我落針 落針 正面反面 站起來 舉手 蹲下 站起來 走到窗面 走回來 我為何會這樣做呢 其實是我的思想 我要讓大家 我周圍很多人 七八個人看著 我一定要讓你知道 我針灸前後 一定有效 馬上有效 果然有效 他本來的手 在哪裏 指揮家的手指 是到腰 平腰 我舉手 他到空了 針完到空 這是我的思想 但翠氏在哪裏 他一個interpreter 那個翻譯員 我當時兩個翻譯員 一個是我自己帶去的 本來卡拉雅請的翻譯員 是英國人 英國翻譯員 他說 他撥手 我是行為 他說 You are the first one conductors conductors 你是第一個指揮家的人 這個記者也是傳譯員 他就在英國 一個雜誌那裏寫了 大概三行字 說的事情 大家知不知道 是香港 回到香港 用兩個雜誌 用兩個A4字的篇幅 介紹我這件事 題目叫做 指揮卡拉雅的人 指揮卡拉雅的人 記李明華醫生 歐洲之行 新加坡用了四份之一的版 報紙版 登出來 我現在不是說一件事 我只是說 讓大家知道 就是 他 這個人 很有名的 為什麼我得出 卡拉雅 指揮卡拉雅的人 指揮家人 就是因為我夢查查 我不認識他 我不認識他 有幾個名字 他是國寶 但是後來我們就知道 後來很多人都知道 我講這件事 講什麼意思呢 就是講 有一天 我第一次幫他看病 在哪裡 是Vienna 但以後幾次 都是在Sizebook 他的地頭 一天我去看他 去酒店看他 他躺在那裏 他跟傳譯說 你跟Dr. Lee說 那些運動我都做完了 他躺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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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打開 出診箱 打開出診箱 他馬上坐起來 好像僵屍一樣 突然躺在那裏 奇怪 他怎樣坐起來 他叫做主意來講 在Dr. Lee的診箱裏 有些怪味 有些怪味 嚇到我 因為我出診箱 平時就是這樣 那天多了三四個棉花棒 那些棉花棒有什麽呢 就是我在那些 狗那 那些動情的 狗那中間 陰部 我兩個棉花棒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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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了那些味道出來 我做什麽呢 我試給那些狗公試一下 看哪些狗公有反應 是 給那十個狗公 有兩三個有反應 就給他聞到味道 我以為我拿出來的東西 是在那些狼狗那裏伸出來的 但是我試奇怪 有些小小的狗 好像那些北京狗那些 間中有些狗有反應的 間中有反應的 間中有反應 我想說 對我們醫學的人 一個很特別的情形 對我啟發很大 但那些 盲眼的人 人的耳朵有補償罪 耳朵特別靚 我們以為其他問題有問題 卡拉的耳朵就這麽靚 我看過他指揮練習 我看過別人錯了機會給我看 但我想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原來鼻哥和耳朵是不同的 和眼不同 眼盲的人的耳朵會靚 但如果你的鼻哥不好 你的聽覺一定不行 一定會差些 大家回去看會看會 你鼻塞的時候 你聽覺不是這麽好 這是我們學醫學中間的體會 我講得太遠了 我想和大家講 誰可以在出診箱的棉花棒中間 和卡拉的鼻中間 可以驗到調情分子 沒有 我想說什麽 你驗不到 不是等於沒有 簡單的道理 剛才我講 我摸屁 摸屁誰可以 好了 我剛才摸屁 你聞到臭屁 你可以在空氣中間驗到嗎 你驗不到 很簡單的道理 你驗不到 不可以得到 已經等於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 道理就很簡單 簡單到這個程度 好了 我再講下一個說話 更加有趣的 好了 楊明強他們一班醫生 說了 空氣被找不到 但是要繞住 怎樣繞呢 怎樣繞呢 有一批專家出來說 都是幾有名的專家 他說 為何在空氣中找不到呢 我們的呼吸系統裡面 有很多冠狀病毒 他說 這個冠狀病毒很有趣的 他在我們口腔裡面 鼻腔裡面 黏在大或者等於5個微米便要離開身體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們的浮有粒子 浮有粒子 一定是要小至5個微米 但是 故障病毒是何的呢 小至5個微米 也要0點幾個微米 1點幾個微米 但這樣子不能碰 為什麼要解釋 所以他很有趣,要黏著黏著黏著,我寫文章後說,這個真是懂得黏著,我們觀眾朋友黏著五個大五個,掉了在地上,所以不到,這樣的說話都說得不好,這些都不是科學家,是作家,而且是幻想少少的國家,這些是作家,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好笑的說話, 我講回下面一個說話是甚麼呢,我今天講動篤笑話,David Heyman,世界衛生組織傳染病科行政總監,他對著記者講,這個日子有的,2003年5月份,他講這句說話,讀給大家聽聽,在飛機艙內目前已即是出現五個案例,數以百計的乘客, 所以,因此,沒有證據顯示,飛機能成為飛典的傳播瘟藏,原話是這樣,原話報紙有,印到哪裏說的,在這裏說的,我一聽,好笑, 醫護人的傳染病科行政總監,很簡單,對我們來說很簡單,我們講,SARS的潛伏期,醫生都知道了,最少五天,甚麼叫潛伏期呢,就是有病菌,我們講,病原體入到身體,不是馬上發作的,最少五天發作的, 所以,在飛機上,我們坐飛機,最多幾個小時,十幾個小時,二十個小時,我算他兩天,可不可以,我就算他兩天,我們SARS的潛伏期,是五天,兩天,表示甚麼,表示,你根本不是在飛機染病,你跟飛機是不是溫藏有沒有關係呢, 沒有關係的,簡單的,就是道理簡單的,我在港海時,有人問我,可不可以講得簡單點,我說,可以,我改舉一個例子給你聽,有十個偷渡客,偷渡去哪裏呢,在美國,十個偷渡客,到了美國以後,兩天,就SARS發作,我們可不可以講,美國是SARS的傳播瘟藏呢,行不行呢,當然不行啦,當然不行啦,它一定是在到美國之前, 驗病,這麼簡單的道理,對我們來講,學醫學來講,潛伏期休,是五天,兩天就發作,所以我覺得,唉,我真的覺得,這些事情很好笑,大家慢慢回去再笑啦,好了,我們休息一分鐘,我們休息一分鐘,我們休息一休之後,我們會再繼續,大家來到 我們要深入一點,想一下,剛才李醫生神經所說的現象,其實背後代表什麼呢,以及背後的問題在哪裏呢,我們休息幾分鐘之後,再繼續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過大自然裏面,我們除了一個鞋子,在那些草地行走下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接地器,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其實現在市面上,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在我們的健康店,已經有很多的客人,就是買了回去家裡,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了,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可以買到的啦,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好了,我們繼續回來,討論我們今晚的題目,其實這個題目是關於流感和空氣傳播的關係 我們講的嘉賓李文華醫生,其實在這方面,他寫了一本書,關於空氣論 大家剛才都仔細聽過,其實李醫生講了很多例子的,說出來,我們當時官方的句話,不是空氣傳播,或者可能是空氣傳播,其實是錯誤的 我剛才聽回李醫生說,譬如我們一般來說,花粉,大家都供應是空氣傳播的 花粉,其實你是可以收窄得到的,只不過它很密的,如果它很疏落的,你會收窄的 初期不行的 我們在醫療方面,我們很多時候,在空氣裡面是用網去掃那些花粉 這也是可以的,但初期那幾天是不行的,聽不到的 哪個時候 初期 那就是它的密度,如果你多,容易吸收到,只不過空間這麼大 如果你可能只有一顆,這個收窄不到 剛才我講的是因為初期,它有一個曲線,初期驗不到,他們想盡快驗不到 因為在我們的醫療裡面,我們很多時候會用一種在同一個療法的做法 我們認為,譬如有些人對城市的塵埃敏感,我們會用一種方法,將那些空氣,骯髒的空氣吸入水裡 就是這樣噴下去,將這個水製造一個同療劑,是一種醫療的 如果裡面有花粉的話,你將它吸入之後,就由那瓶水的花粉來做 其實相信大家都供應,那個花粉是空氣傳播的,大家供應的 好的,你說很多時候空氣裡面要去收集,其實很多時候,因為病毒是很小顆的 剛才你所說的,要一個五個,要小個五個的微米 那它才能浮游在那個空間,如果太大顆,它會走 所以,在我們一般的,關於呼吸系統,或者雙峰下的理論,我都認為是一個 所謂泡沫,即是那個微粒,口水的微粒 所以,空氣不會隨時有在,所以要近距離,接觸到病人,才能傳播到 所以,他們的說法,我都不太了解那個問題在哪裏 你會怎樣做呢? 我後來講完這段,我會講預防和治療 我先跟著剛才這樣,簡單來說,泡沫傳播又怎樣? 空氣傳播又怎樣? 做法有什麼不同? 是 有什麽不同 飞没传播其实是错的 是 是错的 我不会理解他 我知道 空气传播 最重要 这个理论背后的意念就是 如果你的理论错 你处理手法错了 那就搞出这麽多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 如果我们依照你的理论 空气传播的理论 那你是否要认为 如果我们做的手法会不同的处理 那怎麽不同处理 我便会说 后面我会说这个问题 OK 我会说这个问题 那我继续说 笑话先说 OK 好 这个世卫的网站 就给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是说 2002年11月1日 到2003年8月7日 这个资料是这样说的 好了 好 我说三百人 三百人佔了三分之一 就是说全世界死了 三个人中间就是一个香港人 最多 其他问题你解决不了 解释不了 唯一可以解释 因为非没论 因为非没传播 不是空气传播 香港会死很多人 我看着他们会死 我说会死很多人 为什么会有 不是我愿见 因为这个错误的理论 是很严重的 我这么说 我们医生开过厨房 开错了 一个人死了 但是 我们开了一个错误的 医学生物实 医学生物学的 这个厨房 我们会死很多人 好像非没论 就是这样死很多人 我们很多人可以解释 很多人可以解释 我们说 香港的医生是好医生 护士好护士 香港的市民是好的 但是 为什么我们死亡率这么高 染病率这么高 就是因为不懂空气传播 对我来说 简单到这样 所以我觉得 有时我写信给卫生署的官员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好像我写的那些 是很小学的问题 但是他不懂 我觉得似乎 好像 侮辱他们的智慧 但是他真的错了 OK 我想直接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 直接说 这个 医疗好些 因为 你刚才所说 你曾经认为 为什么香港的死亡率这么高 就是因为香港的 不认同空气伦这个问题 但是你曾经也说 世卫组织 Dr. Heyman 他是一个世卫组织 他是全球国家 他都这么说这个理论 很明显 其他国家 都是奉行泡沫传播的理论 他都不是奉行过空气伦伦的 所以就错了 所以 如果你这样解释 解释不到 为什么香港死亡人死得这么多 因为大家都认为 不是空气伦伦 所以 是世界性的错误 OK 好了 我说的是因为他们是世界性错误 为什么死得这么多人 又是因为由世界卫生下来 OK 好了 非没传播 为什么是错呢 我对非没传播 传播是有研究的 非没传播概念的产生 和非没传播概念的走向灭亡 我很清楚的 非没传播概念的产生 是因为外科手术 我那些文章有说的 非没传播走向灭亡 是什么呢 是因为传染病 性病 梅毒 而走向灭亡 因为非没传播 再讲深一点 非没传播 这个不是传播途径 不是传播途径 非没是载体 carrier 不是 概念上都已经错了 他们为什么得出是非没传播 不是空传播 因为这个传播是近距离的 因为近距离 因为近距离 所以近距离得出什么呢 得出是非没传播 不是空传播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笑话 是一个笑话 为什么近距离 空传播是对的 我们近距离的 空传播是错的 如果是这样说 为什么 他们解释不到 为什么 涂大花园 有病 传到很远的 那个叫什么 什么 传到很远的水路 叫什么村 不用理我记不住他的名字 他们解释不到 我刚才本来想说的 就是最近出报书 世卫高官出报书 他解释不到 解释不到 为什么是 是一二二号 去北京班纪来说 他解释不到 为什么坐在中间位置的人 会传到给其他人 他解释不到 解释不到 其实对我来说很简单 很简单 大家因为 医生 我跟大家说 深深一点 我们人一个生理 一个很重要的生理 现象是什么 我们说 我们人 呼吸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形 我们有两个 我们应该知道 一个是无效康 胡销腔 一个是鱼器 这样说 我们在大陆做研究 或者去到乡 有些人死了 死了 我们怎么知道 他是生出来死 在肺液肺里面有没有空气 压死它 很容易 我们去到那里 把肺垫出来 砍入水 如果他浮的 表现他三岁就死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人出生 出生 我们吸的气 吸的空气 在肺里面 我们怎么用 你 吐不完 这个我们叫做鱼器 还有一个 说无效康 什么意思呢 我们由气管 鼻腔 气管 一种 落到止气管 这段 是不可以交换气体的 所以我叫它无效康 气体在肺里面交换 因此形成了什么情形呢 我们打一口空气 新的空气 不是一段新鲜 吸入你的时候 打一段的气 是鱼器 和无效康的气 混合了以后 就是在肺里面 不是直接在肺里面 所以我们吐出来的气 吐出来的气 不可以马上出来的 不可以马上出来的 只得一部分出来 又吸了身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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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在研究中间 我给一个名字 叫做大菌跑 我只要吸了一口 有脏的气 我不是一口 可以吐出来的 我去到处带它 所以叫做大菌跑 大菌跑 我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激古存化 激古存化 就是你带到那一个地方 未必每个人都存不住 有些人存不住 因为那个抵抗力低 或者是噴出的浓度高 所以是病 所以由淘大化院到什么 好远水路都潜 大菌跑 大菌跑 所以世卫组织 最近出一部书 去年出一部书 它说它不解释不到 是世界之迷 为什么对它到十二排那种传染 大菌跑 这个人有病 他吸了传给旁边 他一下子肚不完 他去到那里 就传到那里 而且是通过空气传播 那么远水路 肯定可以传过去 空气传播 对我来说是简单得不得了 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 所以我想 我直接讲治疗 再分析一下 大家就明白我讲什么 其实我讲之前 我已经写信给卫生署 讲一个道理 我是怎么认为问题 按照空气论 按照空气论 如何预防呼吸系统传染病 包括治疗 我今天主要是讲它的预防 三大方面 A 隔离 不是隔离论 是隔离 是 separate 分开它 隔离 第二个 淨化空气 第三个 治疗方面 是洗肺 洗肺 肺 洗肺 现在医生都知道什么 都知道洗肺 但是没有医生知道可以洗肺 因为他没有空气论 就是洗肺 刚才我继续说 大家明白 因为我们吸入空气 我们不能马上排出 是 因此我们给它 新精的空气 给它 消毒的空气 吸进去 便代替它 我们肺又发炎 肺又发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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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消毒药水 吸进去 便可以在里面 消毒 对我来说 这个太简单了 我们可以把肺里面的空气 换它出来 有个菌的空气 多吸几次便可以洗出来 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加些消毒 antibiotic antibiotic 你可以洗肺 不只是洗肺 很多人不懂 他没有空气 就不知道怎么洗肺 因为你问到 先说一下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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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知道 遇到呼吸系统的传染病 你不要猜疑 你不要去辩论 你不要去辩论 你想着两个大字 在脑子里面 必须出现两个大字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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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隔离 我再说几个基本的东西 一个 建立呼吸系统传染病的医院 最好在哪里呢 在尼岛 最好是尼岛 当然在市区不是不行 最好来到 我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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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病是大流 或者是小流 大流小流 分别开释 第三个 建立单独呼吸系统 全病的门诊局 和其他的疾病分开释 为何 我讲回刚才的理论 我现在 我有病毒 或者我带到病毒 我现在呼吸系统 我现在感冒 我去看医生 我坐在那里 旁边的病 你知道我是戴菌跑者 我裡面有 我本身裡面如果是病毒 我噴到哪裡呢 噴到胸裡面 胸裡面有很多病毒 就傳給隔離 本來隔離的不是感冒的 不是復活系統的病 會傳給他 我本身未必是真的有感冒的病 但我是戴菌者 我家裡有人有 我就帶了他 為什麼 兩個基本的生理知識 餘氣 和無效康的氣 簡單 對我來說太簡單的問題 所以應該分開 安全很多 安全很多 我們分開 在我們的悶親部 我們不可以把呼吸系統的疾病 和普通疾病混在 因為有戴菌頭 有戴菌頭 我有戴菌頭 我有戴菌頭疾病 我坐在我旁邊 你在我身旁 你有機會傳給病 因為我戴了這種菌 或者是潛伏期 或者是在發作中 空氣傳播意識 我休息 未必說飛沫 未必要咳 打刺 未必 我呼吸已經出來了 是不是 很簡單的問題 第三個 就是 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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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個是戴一個A B 是淨花空氣 淨花空氣 包括兩個大內容 一個是 換新清空氣 換新清空氣 我們引入乾淨的新清空氣 取代在我們肺裡的 房間裡的那些 舊的空氣 骯髒空氣 這樣說 大家未必明白 我這樣說 我們魚是浸在水缸裡面的 人是浸在氣缸裡面的 你我也是浸在氣缸裡面的 你信不信我們在什麼 空氣裡面呢 在那裡 當魚缸骯髒的時候 我們怎樣呢 換水 兩種換法 一種泵泵泵泵 入水 出水 入水 出水 換 將裡面那些很髒的 用泵的辦法 換得出來 大過洗的魚缸 洗魚缸 我們人很可 比較難一點 真的去洗 當我們要清潔 所以這個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知道 氣缸和魚缸是一類的東西 因為魚是浸在水裡面 我們是浸在空氣裡面 這麼簡單的比較 什麼都出來了 什麼都出來了 好了 所以 最好的辦法 當然很多辦法 我就是講兩個很簡單的 三樣東西 一個是電風扇 一個是對頭抽氣線 大三個超晶波噴霧氣 超晶波噴霧氣 超晶波噴霧氣 我一定解釋這個問題 我講大一個 剛才講淨化空氣 一個換氣空氣 大一個就是空氣消毒 消毒空氣比較簡單 比較化學性的 用二氧化露消毒劑 物理性的用紫外線燈照 因為大三個C 是講剛剛這個 講這個洗費 我簡單講 我不想講太詳細 因為這個 我講第一行A裡面 第四行東西 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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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署 衛生署 有兩樣東西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第一個 沙士的中期後期 開始在羅湖海關 動起風扇 很多人打電話給我 嘩 你成功了 衛生署 在羅湖海關動起風扇 符合你空氣論 我講了很多次 戴口罩 這次很明確 要戴口罩 戴口罩什麼作用呢 但是我們呼吸的時候 我們可以防止 我們本身裡面的骯髒空氣 吐在外面 未必是咳 未必是打痴 我講 我現在戴口罩 我那些東西就不能出來了 因為我的觀眾病毒 不會瘋瘋瘋瘋瘋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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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不會的 我的觀眾病毒如果有 我不是這樣做法 我們這樣出來 空氣裡面有脆的空氣 有病毒 有細菌病毒 我們不容易吸進去 就很癌痕 我們不容易吸進去 吸不到我們身體裡 戴口罩 說回他們,於是說琴流感,他們用了很奇怪的文字 琴流感是甚麼呢?是近距離接觸傳播 對我來說是好笑的,近距離接觸傳播 近距離接觸是甚麼?是政治術語,是文學術語 傳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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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现在全部道景都没有了,玩完了,你还用一个,你什么病啊,你什么传播啊,近距离接触传播,远距离是没有的,没有的,讲回这里,我想讲一点这个,因为性交中间,很多性学专家来说不明白的,我问他说,我说性交是接触,接触,我就问他性学专家,因为我记得开,我本身是性学会的会员来的,而且在香港, 性教育促进会,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讲这个问题呢,很多性专家都不知道性交原来不是只是阴阴交,就是不是阴道和阴境的交,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还有什么,阴口交,阴口交,阴手交,阴光交,这些全部都是,全部都是性交,都是性交来的,这些都是接触, 接触,这个对我来说是很简单,我觉得为什么会好笑呢,开性学会两次,我都问他们,因为他们不停顶,有时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我问他们,我问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美食专家呢,答得很快,上进天下美娜,街牛, 为什么会成为拳击专家呢,为什么会成为拳击专家呢,打倒了很多人呢, 我的朋友,叫抗医生,心同外科医生,他为什么会成为心同外科医生,因为他,我问他,你过的日子说,他说,我很开心,为什么,我天天开心,就是他要开了很多人的心,他就成为专家,但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的性, 传承专家,包括我们的任事审材处,那些专家的black now,他们的背景,我说他们不是qualified的,很多人,他们承认的,我只是从一个人教过,或者两个人教过,你竟然不够,所以,蔡兰区不可以吃一盆菜成为飲食专家, 荷兰区不可以只喝一种酒成为,喝酒专家,太臣不可以仅仅打倒一个人,不行,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性和专家,为什么我们的人事审材处,这是我第二个问题,不过我带上来说,说到这个问题,我说很多,医疗上这个,很大的错误。 好了,刚才我说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说到,是很明显我说接触传播,接触传染一定是零距离的,那些人是很少的,不懂这个,零距离的接触,接触是零距离的,所以就说了很多笑话。 OK,那我说电风扇,这个我说口罩,口罩我还有一些,口罩其实不属于接触传染的范畴来的,口罩是属于什么,空气传播的,空气论的范畴来的。 那泡沫传播都可以用口罩的? 可以,可以,飞沫传播都可以用口罩,但是飞沫传播,我跟你说是错的,因为不是,因为飞沫传播,这个本身来说,你看回书里面, 飞沫传播途径,六个或者七个基本途径,它是没有的,因为它根本不是传播途径,它是传播的载体,什么是载体呢? 说回,深入点说,我们身体里面的分泌物,是载体来的,眼泪,鼻屎,口水,鼻涕,飞沫,大便,这些就是载体来的。 载体,只是载体,这些载体,不是载体,不是全部途径来的。 我再说简单一点,大家很明白,广州有鱼堂,广州有鱼堂,我们混过来的时候, 我们在桶里面,或者在桶里面,或者在桶里面,混过来的。 这个桶是什么呢?是carrier。 什么是混过来的途径呢?可以空运,可以水运,可以陆运。 先生,这些就是途径了。先生,我跟他说,这些就是途径了,这些就是途径。 所以飞沫,全部的途径根本是错的。根本上已经错了。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呢?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carrier。 我们人很多的分泌物是carrier。眼泪里面有菌,眼泪是病毒的carrier。 意识carrier。甚至我们说毛发,脱了皮出来的。 那些是carrier,不是pathway。pathway是什么呢?是水、空气、土地、鹿羊。 鹿羊。这个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就是传播途径。 这些基本概念都是搞错的。我们是搞错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 口罩的问题就是,它属于什么是水、空气、传播的。 它遮住口罩,当然可以放飞沫,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它主要是属于什么范围?因为飞沫传播根本不合格。 根本是借西卫组织借斯还云的一个打气。 我觉得很肉酸。 借斯还云的原因,它根本不存在。 它的飞沫传播怎样开始,我都说是做外科手术开始。 怎样走上灭亡、门落,就是因为和性害有关。 和性的传染病、无毒有关。 一个很清楚的历史。 很清楚的历史。 我在《文匯报》那边写得很清楚。 所以戴口罩不属于接触全国的途径。 我喜欢说笑,我跟他说何说。 我说,你们不需要戴口罩。 因为没有人会kiss你的。 因为嘴对嘴kiss是接触全国的。 零距离。 我说些地方,你不用。 但我的文匯不是要戴的。 我怕防止美女突然走来kiss我一下,接触全国。 我常常说笑。 但几个月前竟然发生了。 在美容师的舞会里面,我跟美容师跳舞。 竟然有个美容师美容师疼我嘴咬了两口。 其他美容师笑我。 过年这个真是我们祝何德武? 心想事成。 我说我真是很慶幸。 我没有听卫生署说。 卫生署有个指引说, 人多的地方要戴口罩。 幸好没有戴口罩。 我喜欢说笑。 所以这个是属什么呢? 属于例外很特殊的情形。 口罩就是这样。 还有口罩大家不知道的东西。 很多人不知道。 南方人不知道。 它有一个保暖的作用。 很重要的保暖作用。 我们如果是冰的时候, 冰的时候很容易感冒的时候。 我们如果戴口罩会很好。 我讲一个例子。 我在北京生活过。 在东北京过。 我在Vienna、Vienna零下三十几度。 北京, 你在北京东北的人, 为什么会戴口罩呢? 不是怕人家kiss他。 就是保暖。 保暖会提供我们本身的抵抗力。 提供我们本身抵抗力。 所以, 我每天, 我每天, 我回深圳去其他地方, 我出门戴口罩。 戴口罩。 戴口罩的。 为什么呢? 防止空气传播, 防止什么。 我不是怕人家kiss我。 如果人家kiss我, 我先拿着口罩。 就是这样说。 但是, 还有一个好处大家不知道。 因为它可以保暖。 但是, 还有一个好处大家不知道。 我说, 如果上火车人多的时候, 我坐在那边戴口罩, 他们会避开我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 在203年SARS的时候, 它是飞没论, 你是空气论。 两个理论当然有不同。 但是, 它就算用飞没论, 它也做了你所说的事情。 它有隔离。 它要求病人戴口罩。 它做足你所需做的措施。 但是, 香港当然死了很多人。 为什么呢? 没有做足。 因为它根本不相信空气论。 它企图这样做。 它还说, 要在一个度假村, 将那些人分离它。 它也有这样做的。 为什么没有? 它用那个空气, 在中国, 它用特别的设施, 将那些空气噴出外面。 空气的条理方面, 其实它也有做的。 叫你洗手, 叫你戴口罩。 我感觉上, 不论什么理论也好, 它也做回非活传播要求, 和空气传播要求, 它也做了。 没有。 做不足。 那做不足, 永远做不足。 它思想在哪里呢? 我们说, 这是世界性的。 我们这个, 防止, 刹事也好, 防止, 立狗也好。 我们不可以, 只是在远做。 现在我说下面, 大家就明白, 我想说些什么。 第一个, 我刚才说, 第一个, 先说风扇, 先说风扇。 风扇, 它们在牢里, 动起带不够。 为什么呢? 我先说第一个试验。 是怎样做的呢? 我做了很多, 但其中一个试验是怎样做的呢? 在麻雀桌上, 大家知道要打麻雀吧。 我, 对面, 左右, 那些朋友说, 你吸烟, 慢地吸。 慢地吸。 我在我后面, 动, 动, 动气, 一个, 风扇, 风扇, 十个CM风扇, 不停吹。 三个人暴烟, 那些烟到不了我这儿。 到不了我这儿。 我不用吸二十烟。 为什么呢? 就是风。 风扇吹过去。 什么意思呢? 简单说, 风扇一吹过去, 它有两个主要作用。 一个是, 将它吹散它。 第二个是, 气息。 气息了。 里面的悲公, 看烟看得到, 或者有菌, 有菌噴出来, 我将它吹散了, 或者是, 将它, 气息了。 我们, 中招的机会就是, 小了很多。 所以, 四个人, 三个人在打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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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不用怕它。 我根本不用怕它。 所以, 我在深圳那时候, 四月份, 三个人在深圳说过, 别人就追踪我。 很多香港医生都追踪我, 是这样做的。 背后, 在区别人在看病毒的时候, 在后面有个风险。 风险, 就是这样。 那浮沫传播, 都是可以用这个同样的方法, 去减少危机的。 是的。 譬如你浮沫, 浮沫在空气中浮游。 那你的浓度, 那你都可以用这个风险吹散。 当然是。 那你曾经给了这个例子, 那你四个人, 那你在后面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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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吹你而已。 不是, 那我们会吹走。 如果你说空气传播的理论, 那你吹, 那你吹就更加把空气吹, 吹得传播更快。 因为空气的嘛。 那你把空气吹, 吹得传播更快。 吹散它。 是的。 吹散它。 那也传播到其他人那里。 那它浓度的原因就很多了。 很简单。 浓度的原因, 那你抽烟, 我如果用风险吹你。 当然了, 你看我一吹就散掉了。 一吹就散掉了。 一样的道理而已。 但是, 刚才李永康也有说, 虽然你说到这两个理论的基本上是很不同的。 但是, 你说的手法, 其实它都做了。 所以, 我就不太感觉, 那个原因, 为什么香港死了那么多人呢? 就因为香港是奉行那个飞没传播。 那因为, 既然世界卫生组织David Hyman也是这么说的。 那他全世界都这么说。 全世界都供应飞没传播。 是错的。 所以变成是大家同一个理论之下, 香港死的人多, 就不是因为这个理论的关系。 是有其他原因。 不是。 为什么呢? 香港人是最迷信的。 最迷信是什么? 飞没转播。 香港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最迷信, 最迷信是西意而已。 不是。 有时, 很多时候, 理论是错, 但是, 可以是实践的时候, 是做对, 就是说错有错着都可以。 不行, 因为不同的。 所以, 很简单一件事, 大家没有做的。 我们在学校, 在我们居住的家里, 中间, 在学校, 为什么不装风扇? 如果你明白空气论来说, 你在学校就应该要装风扇。 其实, 不要说风扇, 它是保持空气流通。 不行, 不够。 我一会再说。 那和你吹风扇, 你也希望它流通吗? 所以, 打开窗门也不行? 不行, 我一会再解释。 不行, 不够。 永远, 可以说很不足够。 就是这个空气论的妙处在这里。 好。 我刚才说了一个问题。 第一个, 就是说风扇。 风扇, 还有一个问题。 风扇, 它是一个不够足够的地方。 它有定向线, 比我这样吹来, 但是, 定向线, 就没有抽气线那么好。 你看我里面的图, 没有那么好。 所以, 就用抽气线。 还有空气, 还有空气风扇中间, 可以加一些东西, 就是空气的消毒。 加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抽, 这个是, 这个是, 在下面装个桶, 将那些消毒的气, 那些, 药水, 通过一个tip走出来, 在我的滑范围中间, 就可以消毒空气了。 可以消毒空气了。 这个很简单, 风扇一吹, 用负压原理也好, 用加压原理也好, 这个, 如果是我们街角, 我们教室很简单, 我们教室如果装一个, 还有抽气线, 我先说抽气线。 抽气线呢, 我第一次, 偶然间, 讲个试验给你听。 亚哥丹, 他们是一个, 属于方向, 疗法一个, 挺有名的。 我去到他们的office, 经理办公室, 我们做试验, 但是做其他试验, 我们点着烟, 点着烟, 那些烟, 就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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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 倒不到我们几个人身上, 抽气线。 抽气线一个好, 比风线好, 它的定向性比较强。 我抽去哪里, 就抽去哪里, 不是要抽散, 我抽在外面, 我们想消毒的地方都可以。 这个是, 为什么我会提出, 提出一个问题? 对头抽气线呢? 对头抽气线呢? 我刚才说, 我经常出试, 医院我跨医院最多的医生, 有钱人我来看, 有钱人去看, 有钱人去到屋邨, 很怪的问题, 我去到屋邨里面, 为什么屋邨里面有这么多烟? 原来我看, 它门口正在烧着衣纸, 衣纸那些烟, 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 进入了一部分呢? 我看到, 它在厨房开了抽气线, 或者我看到, 有些人在窗里抽抽气线, 它开了抽气线, 外面的空气就进来了, 烧烟纸的烟, 我再分析一下, 我再分析一下, 我们屋邨, 不知道你们没有去, 屋邨有些是死亡, 或一些屋邨, 外面的空气是比较窄的, 比较骯髒的, 而对于在外面比较坏的地方, 骯髒是干净的, 我觉得, 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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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把外面的生争空气吹进来, 就出去了, 所以, 我就做了一个试验, 我在我自己的, 深圳那里做了一个试验, 我的试验怎么做呢? 说的很简单, 我在对着空巷的地方, 我在东乐花园那里, 很多绿花的地方, 我放了个风影抽气线, 向里面抽, 向里面抽的, 然后, 然后, 洗手间, 就是我中文房那里, 本身是一个, 我在房间, 装个抽气线, 是向外去抽的, 我很厉害的, 我可以看到那些空气, 干净空气, 如何由外面, 进来, 经过洗手间那里出, 经过房间那里出, 就是我的抽气线, 我有特異功能, 你信不信? 不是特異功能, 我就是在每一个房间, 厅房间, 每一个门口的旁边, 我点香, 点那些拜神的香, 点几枝香, 点几枝香, 我不是很神心的, 我点香, 我不是看到空气走, 我是看到香, 由哪里吹, 所以, 我看到外面的新鲜空气, 进来, 经过, 厕所去了一部份, 在里面, 将那些, 骚髒的空气, 我身上的臭味, 骚髒的, 全部出下去, 全部出下去, 所以, 一定是对头的, 好过单向的, 大向的, 什么意思就是, 我们要抽些干净的气, 进去我们家里, 我们不是抽些骚髒的东西, 所以, 是双向的, 双向的, 还可以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家里不是很大, 这个角落, 装一个, 吹进来的, 这个角落, 装一个, 拉出去的, 你家里的空气里面, 就顶色不同, 会干净很多, 我身内, 我还欠过一些大的风险, 那这个就是, 空气流通, 有个手前身, 才空气流通, 一向都做开的, 那做些什么, 你觉得还没做足呢, 会影响香港的死亡率, 解释香港的死亡率, 也是, 因为不是很明, 他们完全不是到底, 很简单说, 你刚才说, 我们开起枪, 开起门, 空气流通, 够不够, 不够, 我讲一试给你听, 比如说一间房间, 一间房间, 我点了很多烟出来, 我有几个办法, 一个是, 檀香啊, 或者是拜神的烟, 或者甚至我们用烧的木, 整间房间, 或者是教室, 我最早在维也纳提, 在教室里做的, 好, 很多烟以后, 我打开枪, 如果不是很大风的时候, 那些烟不会那么快走实, 没有那么快走实, 没有的, 除了那天大风, 如果不是, 要很长时间, 那些烟就慢慢慢慢沉淀, 你回去试一下都行, 因为空气流通, 譬如有时, 对流的枪, 鼓声都行, 当然, 你说加个风扇, 或者没有风扇, 其实那个目的, 就是要空气流通, 对吧, 如果你那个, 当时那个, 对流的枪是很大风的, 一样可以做到这些效果的, 好了, 听你很详细地说一说, 飞没和空气, 但我始终都觉得, 你解释不了, 为什么香港的死亡率, 这么高, 我们这样做, 空气很慢走, 我们找几个人, 我最早找一个信仙仔, 你在房间里, 帮我吹气出去, 烟很多, 吹不出就走, 一个不是很大风, 烟没那么消散, 你吹吹不走, 另一个生理何知识, 就是我们是加压呼气, 加压呼气, 是呼压吸气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吐气的时候, 那些气不会去到很远, 为什么呢, 外面有阻力, 分子有阻力, 所以很像一个, 蘑菇形状, 吸气就知道了, 去不到很远的, OK, 当你吸气的时候, 你呼完, 邁上吸气, 吸气是什么呢, 是呼压吸气的, negative的, 呼压吸气, 所以, 吹了去没多远的, 吸气回来, 就是这么远的, 我说回学校的, 学生也好, 如果是你只开个不得, 不得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了知识, 没有了知识, 什么知识呢, 我们一定知道, 我们是加压呼气的, 加压呼气的, 意思是, 你呼气的时候, 气不会走得很远, 呼气后, 马上吸气的, 呼吸气, 那些气回来, 所以, 我几个例子呢, 跟一个小朋友坐在那里, 我是有病的, 有病的, 或者是我带菌, 我呼, 空气的变, 那些菌出来了, 但是, 它不会走得很远, 我马上吸气, 回去了, 我来回来回呼吸, 而言, 空气里的那些浓度, 病毒浓度, 越来越厚, 因为, 你如果大风吹散, 如果不大风, 它出不了, 就是这个, 基本的原理就是, 我们是加压呼气, 呼压吸气的, 因此, 我这个学生, 就可以将那些病毒, 传给隔离, 同时, 可以传到好远, 带菌炮, 可以带到好远, 带到好远, 带到其他学校, 带到回家, 带到回家, 带到箱子, 一样可以, 简单, 差别好像一点点, 小小差别, 已经差得好远, 你只开枪, 只开枪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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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原理, 就是, 我们, 呼气的时候, 是加压的, 吸气的时候, 是呼压的, 好似吸层肌那样, 吸气的, 所以, 我都说很简单的例子, 现在你有suspect, 你坐在这里, 你一呼一吸, 一呼一吸, 那些菌的越来越浓越大, 传给他咯, 所以这个时候, 抽气线, 风线, 起了几大作用, 你和我说, 起了几大作用, 你没有这个不行, 所以, 为何学校一下sprint那么开, 除了空气传播, 其他的传播途径, 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速, 你看, 水, 很容易控制, 食物很容易控制, 土壤很容易控制, 松煤, 传播途径, 容易控制些, 土壤, 容易控制些, 血色肠, 血色肠那么厉害, 我们都, 因为在水燃, 但是, 一个最, 反应最快, 最迅速的, 是什么? 是空气传播, 是空气传播, 所以会那么快, 那么速, 你看, 六个基本传播途径, 所以空气, 为什么我们作眼怎么会在这里, 就是这样, 刚才我说回鸿鱼, 我再说鸿鱼, 鱿鱼, 大家不是鱼, 鱿鱼, 游泳池, 游泳池怎么去消毒呢? 怎样令游泳池干净呢? 一个, 就是, 缓水, 不停泵水, 它一定要泵水, 它不能入游泳池, 真的在那里, 水死水, 很多人就生病了, 换水而已, 所以游泳池会加很多药水, 去消毒, 一个, 我刚才说消毒, 大一个就是缓水, 好了, 我们是空气里面, 为什么不可以照这样的原类去考虑问题呢? 我们要换水, 让它吹, 你只是开枪, 我说你不行, 现在你开枪给我看, 你不算, 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试验, 你点了烟, 点了它, 然后你开枪, 你看看, 它什么时候可以散, 很难散, 是啊, 如果是你用风扇, 用抽气线, 特别我对头抽气线来说, 你很快的问题解决, 你学校怎样会全开水呢? 全不开去了, 你回去想想我说的东西, 我说的是医学上的原理, 原理来的, 好, 那可不可以简单来说呢? 如果奉行的空气传播论, 真真正正的, 最有效的手法呢, 就尽量是要将空气流通, 什么手法呢? 如果开枪不够, 看你家里的对流枪不够, 不是那么快的, 那便不可以了, 那你便尽量抽气, 和拉新鲜空气过去, 是吧? 可以这么说, 最终就是去到, 这样的, 关键的处理就是这里, 关键在哪里, 很便宜的, 电风扇站前线, 中文抽气线, 很便宜的, 很方便, 我要开我们的风扇, 开着了, 但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不懂得做, 为什么呢? 它不是空气流, 它没有空气流的基本知识, 因此它很多东西都不做, 有时是差一点就差一点, 刚才我说, 它没有空气流, 它认为开枪就行, 我说不行, 结果是两个因素结定, 所以我说, 研究空气流通, 我们为什么会讲这个问题? 我的试验, 我很多试验, 很多人说, 你的试验是真的假的, 我说一个人, 大家记得, 诺贝尔, 就是给诺贝尔奖金, 或者有一天给我们, 就是诺贝尔奖金, 就是诺贝尔奖金, 他说一句话, 很有意思的, 他说什么呢? 一个试验, 是不是真的科学的? 是不是对的? 有其中一个条件, 可重复性, 只是你做的试验, 你讲的几点麻烦, 人家重复不了, 你自己也重复不了, 你讲的试验, 人家重复不了, 他有很大的试验, 基本上是可以值得懷疑的, 我讲了这么多试验, 我从头到尾, 我讲了很多试验, 如果是我的是对不对, 我讲的很简单, 听诺贝尔先生说的话, 可重复性, 如果你觉得我的理论是对不对, 你重复一下我的试验看, 我每一个试验, 我做了很多次, 你们试试, 如果重复不了, 你找我, 我可以这么牙策, 可以说的, 所以, 好了, 我们其实, 在流感那段时间, 我们在外面都讲过, 很多这方面的资讯, 也有我们的看法, 我觉得, 那个飞沐传播论, 或者, 其实全世界都正在行的, 就是David Hyman, 全世界都这么说, 你说, 你曾经所提到的那些手法, 其实, 我相信他们都企图去做的, 那你说, 是否可能做得足够, 或者做得不足够, 但其实, 有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 为何香港会死得那么多人, 而反而其他国家, 其实这个资料, 在报纸上, 一早很容易看到, 那个分别就是, 你怎样医治它, OK, 香港是, 香港死亡率是最高的, 好像17%的, 北京是3%的, 在广州5%的, 那, 新加坡好像都是, 都是10%, 总之是比香港少, 那, 美国是零的, 没有人死的, 那, 其实, 大家都在这个背景之下, 出现这个问题, 非没率也好, 大家都企图做那样东西, 但你怎样可以解释到, 死亡率那么大的分别, 其实很简单, 你看他的医疗手法, 他不同的医疗手法, 是解释, 谁死得多, 谁死得少, 在中国来说, 其实他们用中药, 用中药和西药, 但香港来说, 是很着重于很强, 很猛烈的西药, 绿布醇, 抗生素, 尼巴韦林, 为什么人死得多, 死得少, 关键性, 是你怎样医疗他, 为什么美国零死亡率, 因为美国是用一些, 最皮毛的感冒药, 其实根本没什么效, 只不过他不拿重药, 那重药, 不会用重药来杀死他们, 所以这个重心, 其实, 即更容易解释到, 为什么死亡率那么大分别, 其实是医疗手法关系的, 其实在1918年, 1919年的时候, 全世界性的流感, 其实我们经常怕, 因为这个阴影, 当时全世界有成, 估近二千多万, 有些是四千多万, 但都不是很实的数字, 当时其实真的很多人死, 美国差不多死了, 好像五十多万, 数字很惊人, 在1932年左右, 有一位医生, 就收集当时在美国, 两类医院, 来处理流感病人的死亡率, 他发现, 二万四千宗, 在西医医院, 医治流感病人, 死亡率是26.8%, 当时的医疗手法, 就是用压事不灵, 帮他用退消药, 这类为主, 而当时另外二万六千宗, 在同类疗法医院医医的流感病人, 死亡率是1.05% 很明显, 这个问题就是, 不是说, 你刚才所强调的, 空气论, 或者飞沫论, 最主要是你如何医医, 就算你不幸运, 你感染了这个病, 如果你的医疗手法是安全有效, 那流感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 好像最近香港, 有四个小朋友死亡, 大家都很明显看到死因, 是不是因为流感症死亡呢? 因为一个审婚仔, 看见到医生, 还好地地可以吃饭, 三点钟去吃饭, 吃完饭之后, 吃完医生的药, 四点钟去死亡, 死亡很明显不是那项饭, 如果是这样, 其他人都一起死, 很明显的问题就是, 你的医疗手法是错的, 我觉得, 其实我们常常很强调, 很大的问题就是, 你即使说病, 是不是病毒引发呢? 还是细菌引起呢? 其实医疗上有两大派, 一个叫细胞致病学说, 一个叫细菌致病学说, 有一种说法, 其实根本什么菌都没有关系, 最重要是你自己体内的环境, 健不健康,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 去着眼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相信成效会更加好, 总之你身体要保持健康, 免疫能力要加强, 有病的时候, 用一些有效安全, 没有杀伤力的自然医疗手法, 例如同学疗法, 对这些流解是很好用的, 那个成绩可以看到的,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预防, 我们为什么发病率这么高, 是因为预防的问题, 我们预防做得不够, 所以发病率这么高, 刚才你说的是治疗方面, 大家知不知道, 中医有一个很有名的, 90多岁的老中医, 叫邓铁涛, 邓铁涛, 他很有趣的, 他当时在广州手下医的, 48个人, 没有死一个人, 他是很典型的, 中医的手法去医的, 没有一个死, 没有侵西药那些, 没有的, 因为他用很典型的中药去医, 我不知道你们的同年疗法, 或者是自然疗法那些, 我没有研究太多, 但是我知道这些,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们香港是用什么, 很典型的西方法, 写得多, 我不敢说其他比较, 我再说一个比较, 深圳来的香港很近, 但是感染率来说, 低于香港很多, 为什么? 因为, 2003年4月份, 我现在在深圳已经讲空气轮, 我去到卫生署和他们讨论, 我讲了很多人, 记者来採访我, 我讲空气轮, 不停讲空气轮, 所以, 不是讲我, 我功劳有多大, 是讲大家, 不同的, 你看他那个, 我书有的, 那个, 深圳给的指引, 和香港的指引, 是领色不同的, 深圳的指引, 第一条, 就是, 讲空气, 消毒空气, 清掉空气, 就是刚才我说的, 第一条, 香港不是, 是, 香港是非没传播, 对不死的空气, 是他那个指引, 两个不同的指引, 产生不同的效果, 染病的人多, 死的人多, 我觉得很容易比较出来, 因为, 所以, 我觉得一个是治疗, 一个是预防, 治疗有很多办法, 西, 目前我都讲, 很典型的西办法, 医死这么多人, 我们这个中医, 老中医, 他真是很厉害, 这个是一个很, 四十八个人, 中医院, 三个月, 全都没有了, 完全没有后遗症, 没有后遗症, 没有后遗症, 我们有些人, 住了年纪, 都不行, 一世的伤残的人, 还非常严重, 他觉得没有后遗症, 这份我给你, 好了, 你刚才, 那个邓教授, 我都知道的, 你亦都以前都知道的, 好了, 那说回, 其实, 最重要是预防, 我们上一次, 也有说出最近出现的问题, 空手在哪里, 其实是那些药物方面, 处理得不好, 其实预防方面, 我们除了, 刚才李医生所强调, 空气流通是很紧要的,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做得呢, 第一, 我们在饮食方面, 要小心, 不要吃那些热热热食物, 煎炸食物, 肥利东西, 和反式脂肪, 煎炸食物, 还有一个东西, 在这个时候, 减少糖分, 在外国做过研究, 其中, 他就看那些, 血里面那些, 白血球细胞的活动, 他发现, 如果那些人, 吃了一些白糖之后, 你再看那些, 滴血的白血球的活动, 是慢了很多, 知道白血球是一种吞雀, 他的免疫能力, 在这种吞雀的活动, 所以, 在这个阶段, 第一, 我们要尽量减少糖分的食物, 白糖, 雪糕那些, 更加要少吃, 第二, 要休息, 要充足, 因为, 始终, 现在, 那些人放假, 很多人放假, 就终于打通宵麻将, 或者看球, 看得很晚, 或者玩电脑游戏, 这就令到我们, 虽然不用上班, 不用上学也好, 也令到我们的休息差了, 很多时候, 那些人去旅游, 玩完之后, 就病了很多, 去日本玩完之后, 就病了, 这些周居劳动导致, 第三, 我们在外国已经有足够的资料显示, 大蒜, 蒜头, 其实很有效, 如果有些人不怕蒜头的味道, 每两个小时, 找一粒,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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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但可以预防, 如果你真的有事, 也可以有治疗的效果, 第四, 就是, 在那个, 就是减压, 始终很多人, 都是周居劳动, 大力大力之下, 就病了起来, 那尽量想办法, 在这个阶段, 尽量想尽其他的方法, 是将你的工作压力, 遇到的那些问题, 尽量想其他方法, 是减压, 第二, 就, 保持适当的运动, 就是, 在外国也做过很多研究, 如果就算你有少少伤风感冒也好, 如果你精神还好, 应该在空旷的地方, 在太阳的地方, 是每天, 就是行下, 15分钟也好, 30分钟来到暴行的, 大陆就是勤洗手, 指纹也好, 你空气接触也好, 飞沫接触也好, 你都会和接触也有影响, 或者零距离也会有的, 但是在过去, 很多时候, 就建议那些人, 用那些消毒药水洗手, 但是在外国的经验发现, 消毒药水其实是没什么大作用的, 你只用普通的清水, 或者普通的肺间水, 已经足够了, 因为你常用这些杀虫药水, 或消毒药水, 其实会製造多些还强的细菌, 所以长远来说, 我都建议, 用普通的暖水, 肺间水洗手已经足够了, 第七, 除了, 譬如我曾经说, 要你吃那个蒜头, 有些人真的不早吃, 包括我在内, 我不吃得这些辣东西, 那你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进食多些鱼油, 或者那个敏鱼油, 因为始终维他命A, 大家已经知道, 和维他命D, 都是保护我们那个, 那个呼吸系统的细胞, 那些黏膜的细胞, 那就是说, 吃维他命A, 或者鱼油, 在这个阶段, 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这些流感的, 那最近, 就有一个新的资料, 我证实了, 为什么我们冬天的时候, 就特别多流感的, 那原来的原因, 就和阳光有关的, 那香港,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就是那个, 就是回南天, 你看这个时候, 是没有什么太阳的, 发现香港冬天, 太阳都挺多的, 但是回南天, 就是因为暗暗, 下雨, 那反而, 太阳又少, 那外国发现, 很多时候, 我们身体的维他命D, 那个分量, 是影响我们的免疫能力, 那如果你能够想办法, 把我们身体的维他命D, 增加它, 用食维他命D也好, 但最简单, 就是接触阳光, 因为阳光在我们的皮肤的照射之下, 会将我们的皮肤下面的脂肪, 是转变为维他命D, 那这八种, 是我们今时今日, 香港人, 遇到这些流感, 其实真正有效的方法, 就是不是去打针, 不是吃突敏福, 对不对? 突敏福的效果, 在外国已经, 就算药厂那张标签里面, 都讲得很清楚了, 根本是, 背后的研究是很少的, 而那些接受突敏福的那些人士, 其实同时是进行其他医疗的, 所以突敏福的效果, 根本是很誠疑, 还有它那个副作用都很厉害, 那打针就更加知道了, 因为病毒, 就是为何流感那么难跟进, 更难处理呢? 因为它不断地变种, 那我们制造疫苗的时候, 其实呢, 就算你很幸运, 找到刚刚影响你那个病毒, 来做那个疫苗, 但长远来说, 那个病毒是不断地变, 所以用疫苗注射, 根本在外国试过是全盘失败的。 好了, 那我们时间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和大家继续, 多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 再见。